最近三年多的中美贸易大战 中国没有认输 美国也没有任何取胜的希望 布林肯提出要与中国和平共处 恐怕是被逼无赖吧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说 这句话里我们说的是 悄然启动的新冷战 没有硝烟 本质上是对中国无可奈何 5月26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 发表对华政策的演讲 全面阐述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其实我们一直在等 布林肯的这一份讲话 因为在他发表讲话之前 普遍预测将是一份新冷战宣言 美国打算要和中国进入冷战 但实际上布林肯的讲话 调谋要比人想象的和缓的多 竟然明确提出 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 或者是新冷战 要坚决避免这两种情况 最后1946年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发表的冷战宣言 体末演说 以及1983年美国总统里跟认定苏联市 邪恶帝国的演讲相比 确实在措辞和语气上有很大的不同 美国政府真的要和中国缓和紧张改善关系了吗 当然不是 早在2018年 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就发表了堪称对华新冷战的演说 那完全是把中国当作敌人 但是中国不接招 美国的王八拳就打到了空气里 后来美国也无法做到与中国彻底的切割 还得他中国有生意上的来往 对华新冷战也就不了了之 通过多年的政治较量 美国人总算认识到中国的现任领导层 是一个足够成熟的班子 事实上 我认为 美国的执政团队与中国的决策层相比 无论是眼界胸怀气动 还是毛略战略策略能力 根本就不在一个层级 一个水平线上 差得太远 靠两个八十岁的老头 能把美国带向繁荣昌盛吗 何康他们相互之间还打得不口开交 这是美国国运走向全面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中国来讲 在不具备绝对的实力之前 当然不会因为挑衅的言论 就走上和谁全面对抗的擂台 何况中国一贯主张的是和平与发展 一贯主张通过对话来解决国际争端 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 当然知道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应处 当然清楚 只有中庸之道才会活得长久 古往今来 势强凌弱的国家 有几个长命的呢 只有极少数国家 非常不明智的接受了美国的怂恿和挑拨 站在了和中国对抗的前台 比如说澳大利亚 立陶宛 绝大多数国家都清楚中国的分量和底蕴 并没有跟着美国跑 美国的新冷战理念实际上 在全世界并没有多大的市场 正因如此 布林肯的讲话中听起来 就没有那么浓的火药味 但是布林肯就认定 中国不仅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 而且是唯一一个具备这样能力的国家 如果被中国实现的目标 就远离了美国75年以来主张的普世价值观 这是原话 今年是2022年 往前守75年的话 那就是1947年 1947年发生什么事呢 美国正式出台了多罗门主义 核心就是遏制共产主义 这是冷战正式开始的标志 所以布林肯讲话的本质 就是无法接受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成功 在他的讲话的后半部分 布林肯公然挑拨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 这和冷战时期对苏联 对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舆论战手法如处一辙 当街美国统治集团 不会接受一个可以摆脱美国操纵和控制的世界秩序 也不会允许中国哪怕是用和平方式的复兴和崛起 对于中国 美国绝不会轻易的放弃打击 围堵遏制和颠覆 布林肯明确的表示 要针对新疆香港 知识产权贸易等问题继续打压中国 令人最搞笑的是 最后 布林肯竟然说 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 没有理由不能和平共处 共同分享和促进人类进步 这真是鬼话连偏无人能信 不是精神分裂 就是神经错乱 美国人无法回避的现实是 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是越来越大 美国已经压制和扼着不住了 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美国多次施压 要求中国加入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 遭到了中国的坚决拒绝 这让美国及西欧极其老火 但是又拉中国没什么办法 最近国际贺币基金组织指董会 完成了五年一次的特别提款权的定值审查 将人民币的权重 从10.92%上调到12.28% 这是对中国经济实力和稳定的高度肯定 在军事上 美国反复强调 中国已经掌握了海线以外 550公里范围内的制空权和1800公里范围内的制海权 剥夺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行动自由 最近三年多的中美贸易大战 中国没有认输 美国也没有任何取胜的希望 布林肯提出要与中国和平共处 恐怕是被逼无奈吧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